大人哥如同你预告的台积电上千金了 带动台北股市今天大涨超过了300点 再度写下了历史新高 而停电不断让华晨也上了千金 机器人大军买盘踊跃 大人哥领先分享的昆银波段涨幅有136% 隐汉标出了三根涨停 我们忍者家族的成员逢低买波段涨幅 已经来到了59% 不过看看鸿海看看联发科都还在贴席 这会不会是拉台积出其他呢 大人哥你怎么看呢 好加权指数创新高 但是贵买OTC的中小型个股却开高走低 是恐怖的鬼故事又要来了吗 请看今天节目 均线深多空买点定吉凶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2024年7月4号 星期四的忍者无敌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操盘期视的创始人 证券期货商分析师陈坤仁 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大家好 大哥今天真的是充满了惊奇的一天 台股再创历史新高 而且呢大盘出现了19千金 包括了台积电 包括了华晨 而且啊我们的人者家族成员 从六月份就已经开始在帮 这个星期天要过生日的大人哥在暖瘦了 看看我们人者家族六月份的绩效 真的非常的亮眼 旺夕直接翻倍赚104.6%的涨幅哦 还有坤银95.9%这是机器人哦 就算是扫地机器人也有这么棒的一个成绩 当然细微73.6% 嘉泽还有红色涨幅都超过了50%哦 来看到我们的智胜45.9% 中沙就是台积电的受贿股34.1% 上全24.9% 九阳13.6% 新聚星也有10.5%的账股 真的是大丰收 而且7月份我们还要继续赚 当然我在这边想要问一下大人哥了 今年的生日你打算怎么过啊 有这么棒的成绩 当然是跟我们粉丝一起过了哦 那所以我就特别帮大家准备了一个 来来来这个 我们的大人哥生日专案 忍者无敌大理包 那我们请德宇来帮我们做一个说明 好这个大理包非常非常的特别哦 您可以看到叫做加码挺会奇 你挺我多少我就挺你多少 请大家先做一个动作 加入大人哥 like at粉丝团 我们的ID是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加入之后帮我填写表单 最奇妙的时刻来了 这个地方呢 你填写表单 你选择你挺大人哥多久会奇 大人哥就挺你多久会奇 也就是说你挺大人哥三个月会奇 大人哥就再挺你三个月会奇 那如果你挺大人哥六个月会奇 大人哥不啰嗦 再挺你六个月会奇 所以请大家赶快加入大人哥 免费的like at粉丝团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填写表单 领取我们的忍者无敌大礼包咯 好那么送完了这个礼物 邀请大家一起来 力挺大人哥 力挺台股 力挺我们的获利之外 还是要问一下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上千金了 可是呢 鸿海还在贴席 联发科也还在贴席 大人哥刚刚讲到了 贵买指数开高走低啊 大家就在问 是不是出台积电 买台积电出其他 这会不会危险啊大人哥 好德宇好大家好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因为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 因为我觉得七月份 我觉得好像每个月的每年的七月份 我们都会帮大家准备这么样的感恩的专案 因为就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么长期来的支持 所以在台股也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过程之中的话 我希望大家陪着我们一起赚 那我帮大家一起把它赚起来 当然来今天台股中场上涨了350点 好棒棒真的好棒棒 因为你看到的台积电收盘收在105元 正式站上千金了 那当然你的问题应该还是在这边 贵买OTC怎么会一开高之后 走低稍微尾盘这边拉起来之后 还上涨了0.25% 跟台股来说的话 真的是比较弱一点 因为今天台股是上涨了1.5% 可是贵买OTC只有涨了0.25% 但我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 是你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些问题 原因是因为从现在开始 你就会看到不断不断的大型股拉一拉 然后就休息一下 贵买就给它拉起来 然后但是当要充台积电的时候 然后贵买OTC又稍微休息了 然后台积电就站出来了 这就是现在目前的资金 只有一套而已 这个跟大家讲过很多很多次 因为这目前 这就是现在目前主力法人 正在做的事情 而且就像你刚刚看到的 就像今天你看到的 这就是19千金的台股 这就是你看还有台积电 还有华晨 华晨也站上千金了 好不容易真的好不容易 因为他前一阵还在988那边晃 我就跟你说你不要追 因为你988如果没有办法过千金的话 他会先拉下来 然后拉下来的过程的话 甚至还破了季线 还破了月线 待会跟大家做完整的说明 我先说明一下 最近的行情 他会继续走 叫做第三季的多头的行情 那这些多头的行情是基于 我们本来台股就是传统旺季啊 然后本来就是下半年 就是有一些新的新机 比方像iPhone新机 或者像是新的AI伺服器 GP200要来去做出货了 那出货之前 他就必然会有一些 就是出货前的拉货的这些相关的动能 所以这是从旺季行情来看这件事情的 那美股的部分的话也是一模一样 美股他也是站上了历史新高的 纳斯达克指数 台股就是跟着美股走 台股没有 就是美股没有在转弱 在破底之前的话 其实台股就会跟着美股一起往上 那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我再给你看NVIDIA 今天上涨了4.5% 那昨天的新闻头版头条叫做是 啊黄仁勋在法国碰钉制 对 我们就跟大家说过了 那就是鬼故事 那我们跟大家说过黄仁勋 回答可以怎么做 就是来啊 你要克我10%是不是 那我加你20%的售价好不好 我涨价 对 然后另外的话 来啊 你要克我税是不是 我不要卖你法国可以吧 这不是我的问题 这是你自己法国那边没有AI 没有这些相关晶片厂能 跟我做批底的问题 全世界都在跟 回答买GPU 买晶片 买AI伺服器 你凭什么法国 你要克我税 而且是克全球的营收的 的10% 当然这些后来事情 可能不了了之 但是你看到的是 回答怎么样 他今天就是涨个4.5%给你看 所以这就是你现在每天 每天每天 听到的鬼故事啊 可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节目里面 就跟大家讲说破解鬼故事 再破解鬼故事 所以今天的OTC 虽然稍微有点休息 可是你会看到的一件事情 是指数的部分 当然他有一些问题是 他世界先进 因为他今天 因为他今天出席 所以刚刚德宇问到的问题是 好啊 今天的台股 然后今天的台积电 都新高啊 可是来 发哥今天出席 哎呀 怎么会收在平盘 这个30块是他出席的金额 所以他今天 其实是收在平盘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昨天前天的时候 就跟大家分析过了 他不是这些个股弱了 或者不是这些个股 发生什么事情了 而是那些 每天在那边追高沙地的头信 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 鸿海 有没有 他出席的时候 是不是跌了5% 这是因为韩出席的关系 然后结果 稍微休息一下之后 今天就涨了5% 然后呢 快要快要填席了 当然还没有 还正在努力中 那为什么他会 还没有填席 原因就是因为 就是他在卖的 他是谁 投信 就是投信 所以这就是 投信在做的事情 这就是那些 每天在那边追高沙地 每天在那边 除息前先买好 然后结果除息后 就在那边砍出来 这种投信在做的事情 当然不一定每一个投信 都会在 出息前买 反正他们的操作方式的话 就是有一些 策略是以 填息或配息的这种 高股息的ETF会做的事情 所以这几天你会看到 像是鸿海 我相信投信 这边应该还是在继续卖 因为前一阵子 买比较多一些些 那或者像是发哥的部分的话 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当然我也跟你说过了 会有一些人 会有一些主力法人 就等你投信砍出他呆股 我有便宜的联发科可以买 我有便宜的鸿海可以买 我有便宜的 世界先进可以买 我为什么不买 你看到昨天前天为止的话 还在买 我跟你预告一下 今天的世界先进 应该是投信卖的 因为我们现在录音时间 是下午的2点20分 所以我还看不到 三大法人的部分 可是我们看到 XQ的部分的话 也还没看到 对不对 我们再来玩一点点 或者明天来验证 看看是不是这件事情 这就是追高杀低的投信 那这些问题的话 你不用特别担心 因为很多很多 我认识的 比投信更大咖的法人 也都在逢低 等着你投信砍出来 所以这是要跟大家讲 前面第一个重点的部分 那包含了像是 资金轮动 资金大大小小 去做一个敲敲板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又帮大家挫解了 算两个鬼故事好了 对 今天的节目的话 再两个 而且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今天台股大涨 创新高 对不对 然后我给你看一下 另外几张图片 你可能就会更有感受了 这个 还记得吗 4月19号的那天 台积电在上一个季度 4月18号的时候 开完把说会之后 台股崩 崩了774点 这是左边是加权指数 然后那时候是收在 19527跌破2万点的关卡 今天的台股是23500点的历史新高 这个你就会看到了 然后你再看到的是 当时叫做是跌了6.72% 小数点到第二位给你看 6.72%的台积电 收盘收在750块的台积电 那好啊 这个给你顺便给你看 我这前景给大家看过了 那已经看过之后的话 你会更有感觉 这就是你学过的技术分析 恐怖啊 爆量跳空跌破月线啊 头部成型了 你学过的啊 你书里面通常教你的啊 有没有 这里还有一个超级大量 有没有 4月19号的大量 好啊 那砍啊 卖啊 恐怖啊 这就是你看到的 你下到就输了 你下到就赚不到了 今天创下日子新高 105元的台积电 那你自己换算一下哦 一张台积电 一个来回 它就是33% 好 这就是连台积电 都可以涨33%的行情 这是台积电 另外一档千金 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来 这是什么 松鼠跟老鼠 为了希望大家如果在看 我的节目的时候 在吃饭 我特别把这个 把他马赛克马起来 前几天桃园停电的时候 说是松鼠 然后好像听说 昨天晚上台中南屯区 大停电的时候 小孩的哭声了 然后呢 大家在喊热喊闹了 然后后来台中的 叫做是老鼠 12生肖轮回来到老鼠了 你会不会下意子 什么我不知道 可是我告诉你 这就是因为停电 因为台电电网 因为现在有这些缺电的问题 造就了千金的华城 那华城 我们也跟大家说过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你千金能不能过 请你用停看厅的方式 因为你千金这边988 这边如果你没有追到 我们没有像我们之前追在 买在这边的人的话 你就千万别在这边追 因为他会关卡做一个测试之后 那万一如果不过 拉回下来 这边我记得应该670块多 然后670块多的时候 你看也是一样 有没有 先破月线 再破季线 季线是多空分界线 生死 什么生命线之类的 都是新闻教你的 都是书本教你的 都是技术分析的书里面 教你说 如果破季线的话 他就会转空了 结果你看到什么事情 你看到的是 破了季线之后 多少的法人在这边逢低买 然后把他买了 一个月不再破底之后 转强占季线 今天看千金 这就是你看到的 新闻在恐吓你的时候 那些牺牲了松鼠 牺牲了老鼠之后 今天你看到千金的华城 那我也顺便跟你看一下 其他的个股 因为今天的华城 他其实是被分盘了 他明天才恢复正常的交易 可是他今天已经 重回来到千金了 那因为分盘的过程之中 那个族群就跟着 一起去做轮动 因为动的是谁 中兴电涨7% 然后亚利 今天涨5% 所以这个观念 也是我们跟大家说过的 当一个族群在往上去做一个拉抬的时候 领头羊在往上动的时候 前一阵子看亚利 然后今天的话 你看到是华城先占上千金 反正不管怎么样 他们族群就会往上去做一个比价 所以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台积电的这个族群 全市场都在看7月18号 我认为7月18号的时候 他应该会带来一些好消息 报名牌 有可能 我们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好 然后当台积电创下了历史新高的时候 他就是一档 明年 明年 只有20倍本一比的台积电 20倍很便宜 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 40-50倍的那种泡沫的历史 我有 可是那时候 后来他就是一个 创高反转向下去崩盘的 2000年的科技的泡沫 可是现在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大家都是用基本面 用数字 用营收 用获利 来带给你明年的展望 所以 现在大家回归到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了 所以他就不会像那种泡沫的问题 或者是说 他现在就是用基本面来告诉你 我是委屈的 所以我告诉你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 联发科今天虽然是一样贴席的状态 可是我告诉你 当那些头信砍完之后 明年联发科的获利 80块 EPS 20乘以80是多少 算一下 今天才1375元而已 或者是说 鸿海 好不容易到了214了 今天涨5% 但我也跟你说过了 明年鸿海 15块EPS 那15块 我先不要看30 不要看20倍本益比 甚至不要看30倍 那个很夸张的那些外资先往那样看 但是我觉得还是用一观一观看的观念 所以你可以先从15倍的鸿海开始看起 那要不要做你自己个人的意见 15乘以15就是225 所以现在是214 也就表示说225叫基本款 现在还不到 就是委屈便宜又投资价值 所以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我们的三大全资股 现在目前的状态 那当然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你会看到说台积电创高了 自然而然他们的小朋友们就会跟着一起去往上去做拉台 那还记得前几天 我们不是跟大家讲过了吗 COWAS 然后什么 矽光子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没有基本面数字 我都跟你老实讲 可是很有题材 很有梦想的面板级散出型封装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 但是我告诉你 不管讲的多厉害 它就不是台积电报的名牌 但是我相信就是7月18号那天 应该会有法人要去问台积电 在法术会里面讲说 你要不要做那个面板级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今天是7月4号 还没有到7月18号之前 全部都有梦想 所以昨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像那种什么有微科的 然后像我们的杨诚 杨诚是鸿海的面板设备厂 然后鸿海他小朋友们 最近也蛮活泼的 因为鸿海他就是会带动 整个小朋友一起往上去做比较 因为鸿海也不一样的 鸿海是AI的鸿海 又是有AI iPhone换机草的鸿海 所以当然这样的情境之下 市场愿意给鸿海比较高的平等的时候 那他们家的小朋友 就会自然去做创高 所以回来到台积电 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境 当然今天的制胜 可能就比较偏震荡了 那还记得我们昨天 怎么跟我们的粉丝们 就是你在家看我们节目的 大家讲一件事情吗 我也顺便跟你说一下 来 这里 我们昨天在讲COAS族群的时候 昨天的制胜应该是涨平板的 那我也跟你讲说 其实你看昨天 虽然好像红硕跟星云 都跌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说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有没有 这边字幕都还在 当星云占上400元之后 我们怎么讲的来 你看 它就会展开另外一波不一样的行情 它的走势就会不一样了 因为它就突破关卡了 为什么它可以突破关卡 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台积电 带上去了 台积电 占千金了 所以自然而然这些相关的 原本第一代的 受惠股票们 他们就会跟着动 所以你看 这是我们之前帮大家抓出来的 至胜140块 到昨天到前天 187 然后到了206 然后今天变得稍微点震荡了 没关系 因为 这个 老牌的COAS 星云 星云也飙起来了 这就是今天你看到 突破400块 直接冲向掌停板 的星云 当然你问我它贵不贵 我告诉你 跟着台积电一起向上比价 这是他们家正在做的事情 另外之前我记得也跟大家分享过 3374的精彩 今天也掌停板 尾盘虽然没有 但是表态也都表出来了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叫做是 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在往上去做一个拉抬的过程之中 就会有那种所谓的比价效应 去做一个往上去做表态 好 那讲到这边为止 你有没有觉得 好像这些相关的东西都破解了鬼故事 都豁然开朗了 但是我还是重申一句话 强调一句话 就是 现在的台积电 它真的很棒 可是台积电 你要不要去做 你看你自己个人的意愿 因为他如果从千金开始往上去做一个另外一个关卡的时候的话 他应该也会不错 只是他就比较温一点点 需要他就拉上去 可是不需要他的时候就休息 可是你可以用看着台积电 做着受惠股的方式 或者是说看着台积电 做着因为台积电指引方向的方式 就像期货 之前也有一些本事说 我们之前不是有股魔力 跟聚宝齐两片不一样的盘会结盘吗 一个帮大家讲股票 一个帮大家讲期货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希望你 我还是应该这样讲 我还是强迫你 要把我们的股票跟期货的单元 把它看起来 所以我把它并在一起讲 今天的期货 也大涨了441点 涨幅1.9% 然后今天的话又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 然后呢 也因为今天是台积电所带动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当冲的策略 今天当冲的策略 他出了两次的多讯 一次在这边 一次在这边 那这一笔的话是出现在23493 之后呢 尾盘叫做23600这附近 去做一个获利了结 那这就是台积电指方向 你就可以轻松 可以赚到这100多点的行情 因为今天是跳空跳上去的 所以今天大概可以赚个100点 100多点的这样子的当冲的策略 那如果你真的要赚到 因为台积电在晚上发动 然后呢 我们的期货也在夜盘发动的话 你就必须要做波段单的策略 那这个波段单的策略的话 我们也有 叫做是短波聚财的这个策略 那这个策略的话 最近超厉害的 因为你看到 买讯 获利了结大猩猩 然后呢 买讯 然后呢 又获利了结大猩猩 那后面这边 我一样 请让我机车一下 遮起来 对 遮起来 因为这毕竟是会员权益 因为我们是用教学的方式 来带给你一些操作面上面的策略 可是我告诉你 现在目前就是偏多 或者我告诉你 他现在的状况叫做是 散户都还在放空 然后呢 散户还在怕 那这样的情境之下的话 你就发现说 怎么突然又多头的行情 又转强起来了 然后呢 多单又可以轻松转起来了 所以这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到的状况 那我们如果买在23000点这附近 然后你这边的话24000点 我直接都把 都把那个后面的那些尾数把它去掉 它就是一个400点 8万块的行情 就在最近这两三天 就赚到了 我们的清代实战班 可以运用到部位上面的控管 就是你可以有比较大部位的时候 在大行情来的时候 用大部位去做操作 那小部位的时候 小行情的时候 你就好好的把 该赚到的把它赚起来 所以就有说到的 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你用期货你可以迈向财富自由 用纪律 用赚大赔小 不管 应该说这个不管是股票或期货 都一模一样 都是赚大赔小 都是用聚杀成塔的方式 然后你可以达到复利翻倍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 希望你可以了解到期货 希望你可以用期货 来判断现在目前台股行情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我再次重申 你会常常会听到一些鬼故事 然后呢 但是你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 可以听到一些比较正确的 法人的心态 或者你可以在我们的 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就是别人不会告诉你的事情 就像你刚刚看到的 我们不是有说到了吗 4月19号那天 台股不是在大跌700多点吗 然后台积电 不是也大跌了6%多吗 那可是 我知道大家应该的时候是很恐慌的 当然现在目前你应该觉得 好棒喔 如果有听到我们当时的提醒的话 你会觉得很开心 可是如果你再把它时间 推回到那个时间点的话 我希望你再次 而且是紧盯着我们的Light 来看我们里面的一些资讯 比方说 4月19号那天 还记得吗 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什么 4月19号礼拜五 12点16分的Light发文 因为这每一个都有 这一定都有轨迹可循 12点16分 那天恐慌 那天很恐怖 但是我告诉你那件事情是 台积电把说会的内容 我放在右上角的记事本 台积电整体的展望叫做是中性的 它下修了半导体 可是自己其实没有改变 可是因为市场上面过度的乐观 所以让台积电早盘大跌 但千金我从那时候就开始跟你提醒了 就跟你预告了 只要反映明年2025年的获利的话 4月份我跟你看千金 今天你看到千金了 然后我也跟你说过了 就是看守稳 看转强 不是利多出镜 只是一个短线上面的利多实现 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就是我们的Light 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的地方 那如何我刚刚说到的 我拜托你 一定要学期货的原因就是这个 有没有 那时候不是什么以色列 什么叙利亚那边打来打去的吗 非但射来射去的 我也不知道谁打谁了 因为你打我我打你他打他 可是我跟你说了 你就盯油价盯金价盯这些期货 所以为什么我希望你可以懂期货 你可以多了解一些期货 你就知道原来这些国际大咖在做什么事情 打真的打假的 通通都是期货告诉你的 因为他们比你比我更早知道这些资讯 所以他绝对先新卡位先买好 然后喷上去就是真的 可是如果不动 开高走低 就是假的 这就是期货的奥妙 这就是期货商品 可以带给你投机跟避险 跟指出来方向 台积电一样在指方向 所以Light里面内容 绝对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因为我是期货跟证券双分析师 其他人有些人是没跟你讲说 我还记得一件事情 来来来 很多很多节目 都跟你讲什么什么 外资期货空单怎么样又怎么样的 有没有 这是我们昨天 应该说这是我们每天的 YouTube的留言板 我也说过了 我们会跟我们的粉丝 跟留言板上面去做一个互动 来你看 这里有粉丝问到的是说 怎么会融资鱼而天天增加 可是却没有杀融资台股还是上 我们粉丝问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一样的观念 就是你不要 你真的不要单看单一指标 还有另外的粉丝在问的是 你看 你请教大人哥 外资布局期货空单 有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当你如果只有看一件事情 就是外资的空单的话 你会觉得 25000口的空单好恐怖哦 可是呢 我说的叫做是 我告诉你 不用担心这些外资的进空单 因为他们绝对不是 新闻跟你说的 书本跟你说的 很恐怖的那种事情 因为他们在做的事情是 多空 真外资一定是多空两边做 因为他必须要做两只脚的避险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空单的部位 搞不好是他的 美股那边的多单来台股这边币啊 当然比较夸张一点啊 他有可能是 台股这边买了很多台积电 所以他必须要避一些期货的空单啊 所以没有一个讯号 就可以解所有大盘的问题 所以你刚刚看到的 像融资也好 或像是期货空单也好 这都是新闻在跟你乱讲的事情啦 其实我讲得很清楚就是这样子 那后面还有粉丝在说 那个你看 虹海尾盘会跌 找到的原因是因为 原来915跟918两档高股 洗衣液剔除成分股 这就是他们在做的事情 那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很多很多的观念 因为投信它就是一个 短线的干扰的因子 可是呢 当这些干扰完毕结束之后 这些个股 就是要回归到它的基本面 或者因为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把这些相关的公司们 这些个股们把它带上去 跟我们的台股把它带上去之后的话 你刚看到的 COWAS创高了 然后面板级封测 那个 面板级散出型封装 对 那个很有梦的也创高了 然后正规军的总该要回来吧 比方说你看 今天 有没有 M31 是不是就涨平了 然后呢 跌到了第1、2、3、4 第5名哦 世心 本来是千金 本来是古王的世心 已经跌到第5名去了 总要振作一下吧 今天涨个5%多 5.8%吧 所以当台积电 拉上去的时候 不要担心出货的问题 你要留意的事情是 因为台积电往上涨上去 然后它的效益扩散 效益蔓延出来 大型股涨一涨 然后再涨到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台积电涨一涨 然后呢 它的受惠股票就涨一涨 鸿海涨一涨 他们家的小朋友就会涨一涨 联发科哪一天就回到 1600块以上 站上了1600块以上 整个IC设计的族群 就往上去做一个比价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 这么样活泼 这么样好玩的台股的行情 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 第三季 这边你如果不敢买 我告诉你有很多的股票 你可以逢低买 那这些好的股票 也是我们正在布局的方向 就像我们最近在布局的是 真正真正有一冷散热 但是不是那个很贵的 起红双红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 真正真正有爸爸妈妈照 可以拿到订单 然后那种小朋友 这种股票都是 接下来可以被市场上的法人 点火要去做上工 然后也是我们正在 默默的逢低布局 带给我们的家族 忍者家族 最好最好的逢低买进了好的机会 那当然重申一句话 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协助的话 你可以用LINE的方式 或者用080的方式 来跟我们做相关洽询的方案 那好好的可以跟上这波多头的行情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 我要邀请大家呢 赶快先做这个动作 加入大人哥免费的LINE的粉丝团 我们的ID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一起来力挺大人哥 因为大人哥说呢 哇谢谢大家支持 而且呢现在行情这么好 真的是有钱大家一起赚 大家力挺大人哥 大人哥也要力挺大家 加入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这个LINE的粉丝团之后 帮我填表单 领取我们的人者无敌大礼包 这个大礼包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你挺大人哥多少 大人哥就挺你多少 比如说你挺大人哥三个月 大人哥就力挺你三个月 你挺大人哥六个月 大人哥也就力挺你六个月 我们一起赚 你说好不好啊 当然也好咯 好所以呢 赶快邀请大家加入大人哥 免费的LINE的粉丝团 帮我填写表单 我们一起继续给他 力挺我们的荷包 一起赚起来咯 感谢你的收看 另外也再一次谢谢 我们正确期货商分析师 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 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 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 DAR医院 888